我想问,如果我们帮他们剪手甲, 帮小狗妈妈剪手甲,剪到我们有时会有止血粉, 另外,我们也有云南白药也是止血的, 如果那个人随身也有携带止血粉, 但是止血粉因为剪手甲的伤害,我们就习惯了, 譬如说,它整条颈子大大的伤口, 审泽止血粉? 其实如果你问医生,他们通常都不建议, 怎么说呢? 其实我们做多重的,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用了云南白药来的时候, 他们一般都是止血的, 他们真的做到他们要做的事, 不过问题是,我们要洗伤口,我们真的要洗了, 但是急救的事就是你急,可以做到什么就做, 所以其实我觉得云南白药也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来的, 但是你确定在那个伤口位置, 但是有时候, 就比较麻烦的就是如果它扯伤, 比如它咬住然后扯伤, 其实它整个皮肤层和肌肉层会分离了, 这些情况的话, 用云南白药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好, 因为其实这些情况的话, 我们都要跟它做手术, 要跟它摆导管, 我们要将它里面所有东西都要清理干净, 就是我们要清理干净, 但是其实云南白药全部都是粉来的, 所以其实比较难去真的清理这一样东西, 但是当然了, 作为主人在这个情况, 都已经是压底了, 而且再加上其实应该不是太多主人懂得去看究竟它有没有扯开了, 所以其实... 当然不懂, 你每天都在做的东西, 你的专业我们是不懂的, 所以其实呢, 我又不会完全地反对云南白药的, 但是其实有时候, 若果真的有很大的伤口, 你看到是有些真的很狼狼的, 就令你看到整块皮都在这里甩下甩下心, 反而那些我就意味道不要用忑南白药 streamаны, 因为其实我更烦, 当你趁那些举到 Office就可以再弄Y&D 是的,你确实地 á用性和管, 你会跟着那么大部份植物也 因为按一個很大部份植物也都很浪费时间, 不如紧下 cap mache ela hàng先生的时限去医生的帮视为 這些位置通常需要連針 第一件事,如果他真的開始流血,那就幫他止血,對嗎?